为了让诊治后的安农西提供河岸边水利地有更优美的环境 于民国99年成立的安农西总体发展协会 历经十多年来自主公民行动 目前已经是一个建立志工队的民间组织 除了任养与维护安农西水域环境外 居民也共同探索与生活结合的各种可能性 这些志工不是负借让人感动不易 对于经贵问题 感谢何发起通过赛西公所的益助 让前卫推动环境教育课程的经贵 日后我们将结合社区 我们将与公共和社区深度合作 拾手打造 社区共好 生态共农 居民共创的生态合传 宜兰大学或环训所支持 推动静灵律生活 以安农西公民行动 号召民众认识合川治理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安农西在办理我们的静灵律生活 主要呢 这边呢 安农西的和盼都维护得非常的好 那静灵律生活就是要带着大家走进我们的环境里面 然后呢 我们的环境教育啊 就是在这个场域里头实行环境教育 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环境有关 那律生活是什么 律生活就是让我们能够像叶子一样 飘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最后呢 可以落叶归根 敬离律生活 耶 曾经荣获公共设施金纸奖的安农西 目前朝向生态环境教育训练 推动永续和川发展 在居民仰赖安农西合育生活的同时 志工更创造优质服务 在河岸两侧植树固探 推动小农重探 实践净灵律生活的行动 从上到下我们用全球伙伴的观念 去串联整个安农西流域 八个承诺 然后去发展公司协定 带动整个安农西流域的发展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好 我们的生态环境 然后将农西的健康照顾好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 每个县市都有一条安农西 成为安农西的回川点站 推广到全部 参与本次敬离律生活的学员 走向安农西的大草坪上 一起热身运动 用身体亲身感受 安农西整治的成果 做完操在美丽的安农西河床上 合影留念 敬离律生活 选择合适的自行车 此行低碳浓游 要真正体验安农西的河川之美 来 跟上跟上 后面的跟上 出发了 是逢台风来袭的前几天 天空是湛蓝色的 草坪也是绿油油的 加上这条从蓝阳西 经由发电厂流下来的尾水 骑单车追风 真是惬意的不得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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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队长特别向大家分享 从早到晚 从春天到冬天 一年四季 志工几乎是全年无休 热情投入 地站的服务人员 365天 364天 只有除夕那一天 我们停业 停止服务 其他364天 通通服务大家 给全世界各地来的游客 都服务 也希望大家能够爱护 以后长大了 就做资工 分享安农西安居立农的由来 林秀文理事长特别介绍协会发展史 从创会理事长吴金波开始 召集在地居民任养除草工作 目前除草的面积已经将近15公顷 而整条安农西流域 经过17座桥 15个水闸门 可说是与在地居民和交通往来息息相关的一条溪流 安农西驿站目前由总体发展协会经营管理 朝向环境教育导览生态解说的服务 创造出另一番生态和景象 行经绿荫苍苍的洛宇松园区 可以看到拥有丰沛水量的安农西 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小水利再生能源潜离岸场 来到万富寺 这里由恒水创电 成功建制了一座100K瓦的小水利发电厂 共同创办人周飞璐 从外地搬来安农西派 并持与环境共生共融的理念 兴建这座水利电厂 永续捷径 友善生态 这里是有一个绿能发展的潜力 有这样子的潜力 而且要有对的技术 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录地深刻 因为安农西这么漂亮 源源不绝的水流 不仅是灌溉用的水源 在近年永续友善生态的理念下 兴建小水利绿电岸场 实践且善用 一滴水好几次使用的天然资源 敬临绿生活 耶 除了水的直接应用外 安农西周边的环境 更是很多生物适合来居住的好地方 无蜜蜂在这里设立了三星木蜂小农园区 让最具生态指标的蜜蜂 也来这里住了下来 我要给你们看那个蜜蜂 过涌而出的那个样子 就是要找那个 那么近距离 这个最多的 躲一下 好走开哦 一二三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哇 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到有蜜蜂 哦这个这这这有没有看到 有有要出来了 哦要孵化了 那个长出来了 好像妈妈要生小孩了 她自己要破 破破破 这个叫破 破勇而出 破勇而出 然后也可以叫做乙化出来了 不管是人 不管是动物 不管是昆虫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在讲环境 环境好 像我来这边已经十年了 当初看到这边整片立游有的 哇好喜欢哦 都高兴的快跳起脚来 哇这么棒的地方 那我如果能够在这边住一辈子 那么是多好 下午的课程由佛光大学 未来娱乐活产业学系老师周鸿腾 为大家说明 如何与大自然同行 什么是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 并从整体思考 保育生态多样性的价值 以安东西为例 要大家思索 在合育两旁的近邻绿生活行动 所以大自然结巴 学一下美国在最近这两年来最新推动 那这个科恩老师在所做的环境教育 永续教育非常理解 我在陪伴安东西 陪伴辅导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从一开始的环境解说 到人域从人域解说到非人域解说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安东西 可不可以思考从大自然结巴 来起 工作坊最后 由宜兰大学环境教育中心 分享国家推动绿生活的源起和目标 透过课程让学员思考 一整天的学习成效 希望大家能够让碳能够减少 对不对 可是碳减少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做到 是非常不简单的 好 那碳减少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有几个面向也可以去实施 例如我们上课 其实也是认识碳的一种 我们真实的去骑乘脚道车 用T碳的方式 甚至零碳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的环境 也是一种 由学员上台分享学习成果 其中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大三学生雅永正的分享 令人印象深刻 借由今天这样骑脚踏车的环境 可以让大家要如何介绍 非必要的移动跟友善交通环境 我们用脚踏车来代替 我们移动的方式 那再来是特意吧 我们智慧化的定居 共享和共生 那就是像台北或是一些六都 他们有一些入拜 或是现在有起一个 那叫公共罗的一个工序 然后它也是一个共产的 共产的一个交通工序 环境所与宜兰大学合作 将宜兰作为一座近零绿生活的大教室 并且收集学员的体验调查 让政策缺食落地到国人的生活当中 好 那你第一次来做一座